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普时刻,我是主持人Anne Liu 本周二,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,北京封走了第三个社区 目前,一种新型新冠病毒已在北京感染了106人 大部分病毒案例的来源跟北京的新发地市场有关 在该市场的三文鱼板上发现病毒后,新鲜肉类与海鲜食品正被检查 英国新冠研究人员首次有证据表明,一种廉价且广泛使用的类固醇药物 可将重症新冠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,该药物在英国范围内使用 同时,研究表明该药似乎对病情较轻的病人没有帮助 周一,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,3票反对的结果裁定 民权法下将保护LGBTQ群体免受就业歧视 这是在保守的法院下为争取LGBTQ权利方面获得的里程碑式的胜利 这个星期,天埔时刻有机会采访Lily Freeney,天埔大学新闻系的学生 以下是她对最高法院关于LGBTQ裁决的看法 预计该结果对全国估计的810万LGBTQ工人产生重大影响 多谢您收看今天的天埔时刻,我是主持人Anne Lu 更多内容请到templeupdate.com或者Facebook,Instagram,YouTube或Twitter